人生如逆旅,我一时行人。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国学心旅》。今天分享的是,人老了,要跟这几类人斩断缘分,孽缘太多会害了你。点个订阅,共同感悟。 缘起缘落,缘距缘散,该来的,我们管不了,该走的,我们留不住,因为有缘,我们会跟不同的人相遇。 这当中有贵人,有小人,有陌生人,可不论是谁,都教会了我们不同的道理。 因为缘分消失,我们会跟不同的人一一告别,这当中有亲人,有朋友,有过客,可不论是谁,都无法陪伴我们到老去的那一天。 正如古人所言,天下无不散之言习,人间无永恒之缘分。 对于缘分,我们只需要坚持一个原则就好,依旧留在我们身边的,要尽量珍惜,逐渐离我而去的,要该断则断,避免反受其害。 要跟藕断丝连的前任,斩断缘分。 不少人结婚后,还跟前任藕断丝连纠缠不清,这是不太好的行为,既然无缘在一起,那就不妨把心狠下来,该断则断就好。 有很多人都舍不得,认为自己跟前任曾经相爱过,没必要做得如此绝情,这就会导致一个结果,你不对别人狠心,别人就会对你狠心。 在你四五十岁的时候,跟你藕断丝连的前任就会联系你,要么跟你诉苦,要么求你帮助,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? 按照绝大多数人的想法,都会选择帮助前任,借钱给他们,这个时候,别人就觉得有机可衬,打折随棍上,逐渐拿捏重感情的你。 说句不好听的话,早已跟我们一别两宽的前任找到我们,都心怀不轨,多半想给我们制造麻烦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不再跟前任往来,并非狠心绝情,而是对于双方人生的尊重。 要跟不再相见的童窗斩断缘分。 到了中年,无数人都有一个想法,联系那些十几二十年未见的老同学,搞一个同学聚会,约他们在线下相聚,重新联络一下感情。 这种同学聚会,真的有意义吗?貌似没有任何的意义。 大家已经十几二十年不见了,为什么还要相互打扰,相互搞事呢? 正如一位作家所言,所谓的童窗,在毕业各走各路的那一刻,就注定只能成为陌生人了。 也许,这辈子就不该再相见了,因为再见面也是陌路人。 说的直白一点就是,还在读书的时候,大家都不怎么除,哪能指望十几二十年后。 再相聚,就能联络感情呢,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。 对待不同的人,要有不同的态度,那些一直跟我们有联系的老同学,我们要把他们放在心上,而那些早已断联的人,就不要再联系了。 在这年头,大家都很忙,没时间搞那么多虚的感情,真实点活着就好。 要跟反目成仇的亲戚斩断缘分。 有人说过,亲戚就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。 熟悉在于,我们跟亲戚有一定的血缘关系,都是一个祖宗的后人,不熟悉在于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。 除了逢年过节,其他时间都很少往来。 亲戚这个群体,还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喜欢就近攀比。 比如,看到你,就跟你攀比,谁有钱,谁买了房子和车子,谁的孩子更优秀。 攀比多了,就只会导致一个结果,亲戚的内心不平衡,笑人无,恨人有。 你过得好,他就会仇视你,你过得不好,他就会哈哈大笑。 正如古人所言,门前拴上高头马,不是亲来也是亲,门前放根讨饭棍,亲戚固有不上门。 这是一个重视利益钱财,而不重视感情的年代,那些总是重视感情的老好人。 基本都遍体鳞伤,如此,即使斩断没意义的缘分就好。 要跟匆匆而过的过客斩断缘分。 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,你总是认为自己认识的朋友特别多,人脉特别广,可当你遇到问题,需要人帮助的时候,你会发现通讯录中的所有人,除了你父母,没有人会帮你。 只要我们打开自己的微信通讯录就明白了,加了上百个好友,能谈心的也许一个都没有,加了上千个好友,能说上话的不足十个人。 这就是古人谈到的朋友变天下,知己有几人。 在这年头,也许我们连普通的朋友都遇不到,所遇到的都是毫无感情基础的过客。 因一场饭局认识的人,是过客,不属于人脉。 因一次活动认识的人,是过客,不属于朋友。 因工作认识的同事,是过客,不属于人脉。 完全爱我们的,是我们的父母,真心爱我们的,是我们的家人,会帮我们一把的,是我们的知己。 至于其他人,他们是否存在,都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。 对于身边的过客,选择井水不犯河水,不再往来,互不干扰,各自尊重,便足矣。 要跟伪君子斩断缘分。 古人语言,宁得罪君子,莫得罪小人,宁得罪真小人,莫得罪伪君子。 君子值得我们尊敬,而小人则是我们所厌恶的人。 但是,我们宁可得罪真小人,也不可以得罪任何一个伪君子。 难道说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吗? 其实,伪君子就像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,他表面给人一种温顺的感觉,可在你放松警惕的时候,你就会袭击你,伤害你。 而真小人呢,他们再厉害,也不过是明着来的豺狼罢了,我们早已知道他们真实的嘴脸和面目。 自然就不会被他们所欺骗。 在这个社会上,伪君子说话总是很好听的,他们不是这一刻满口仁义道德,就是下一刻满口豪言壮语。 其实,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拉拢人心罢了。 面对这些做事虚伪到天衣无缝的人,我们不能够与之有任何的关系,避免惹祸上身。 要跟话不离财的人斩断缘分。 钱是亘古不变的话题,有钱能使鬼推磨,也不是空穴来风,这一切古语都有一定依据可循的,钱也成为了大家交心的必备条件。 许多有点资产的人交友,若是不能门当户对。 总会让人担心,他别有用心。 一个人若是句句话语,都离不开才子,可见这人的功利心极其甚人,他们就是利益的产物,所有的一切都要靠利益去衡量,若结交则后患繁多,也不会被对方尊重。 要跟不懂感恩的人斩断缘分。 这世间最可怕的,并不是占小便宜的小人,而是毫无感恩之心的白眼狼。 这些白眼狼,那是不分外人和亲人的,说得难听一点,也许你的某些亲人,在成为白眼狼这件事上,比外人还要可怕。 某些亲戚忘恩负义,一点也不会感念你的好,而你还傻傻地去付出,傻傻地带他们回自己家,这岂不是引狼入室吗? 某些人一直辜负你的真心,你还特别念旧,不懂得及时放手,那你的晚年终究不会好过。 跟懂得感恩的人交往,就好比干旱的土壤遇到了春雨,滋润了万物,而跟不懂得感恩的白眼狼交往,就如同与狼共舞,终究会被他们吃掉的。 人到六十,就不要被毫无意义的感情所欺骗了,自己过得好,家庭安稳,才是硬道理,其余的烂人烂事,统统拒之门外就可以了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